大家好,我是爱元神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我们要为大家带来最新的成就攻略 元神成就权收集 1.0到4.4公元1185个 成就数11比52 离岳热物谷云有 数12波龙藏丝等 日期视频我们来收集 保障归离这个 离岳世界任务带来的成就 队伍没有要求 我们来打开地主 来到归离元 这个提皮点 这个 好,到了提皮点以后 我们静止朝南方向走 要走很远一段距离 才能看到这个 世界任务的 骑士标志 那我们来和他对话一下 好的 我们对话完之后 打开任务追踪 之后把镜头撞到东北方向 那两个火把那 这是我们的第一块石碑 好的 我们走出来调查一下 调查完成之后 我们把镜头撞到东南方向 来到这一处 它在两个火把下面 我们来阅读一下 阅读完成之后 我们再把镜头撞到东北方向 就副本内的方向 穿若这个遗迹 我们来调查一下 调查完成之后 我们再把镜头撞回东南方向 走进这个建筑 在这 这些石碑旁边都有火把 好 调查完成之后 我们先走出来 来到这 然后贴的墙 把镜头撞到东方向 走过来 就是我们的最后一块石碑 来调查一下 好的 调查完成之后 我们回去找NPC 把镜头撞到西方向 然后走回去 这里可以看一下 那个任务指引 跟着走就行 好的 我们来找它对话一下 对话完成之后 它会让我们去找其他的两川石碑 我们打开地图 现在来到路华池右边这个GP点 我们传送出来 到这之后 我们把镜头撞到东方向 在下面 跳下来 这有一波怪 还有一个镇守的宝箱 我们可以不打拽 直接落来 点击调查 来调查一下 好的 调查完成之后 我们再打开地图 来到 这个 这个堤皮点 这个堤皮点要怎么接到来着 到了这之后 我们把镜头撞到西北方向 朝前面飞 下一个石碑在镜的遗迹里面 我们先来到镜的遗迹路头 它被坦漫封住了 我们先来打破它前面的渣肴桶 等它烧完我们就腿进去 进来之后 我们朝左边爪 走进来 再朝左边爪 这是我们的 最后一排石碑 点击调查 好的 调查完了之后 我们再打开地图 回到 龟粒园最太实力的体皮点 我们去找 最开始的NPC 也是一样 朝栏方向 这长路时间有点久 好 这个 哎没办法 好的 我们来找它对话一下 对话完成 第一阶段的任务就完成了 下面是第二个阶段 我们打开地图 来到望出特赞这个TP点 过来练钱就是 来我们来找他对话一下 好的对话完成 我们再打开地图 来到归离预言最开始间的TP点 类似到TP点之后 我们朝北方向走 当着任务指引 如果没有任务指引的话 按一下V 或者打开那个任务界面 点一下任务追踪 我们要去的地页调查点 它被封场困住了 那你超近之后 有一波封史莱姆 来到这之后 我们朝西方向踏 来清一道先 好的清好之后 我们点击启动 之后 会 叫我们去找 这样的伤的遗迹 我们打开地图 先来到 路滑池 这个TP点 到了TP点之后 我们把镜头朝 东北方向抓 它在前面 立了初秋火发绳了 诶 查了一下 我们做了 来调查 可以直接调查 不用打拽 先来到这 然后跳出来 点击启动 好就是第二个 我们再打开地图 来到归离园的基督副本 伤送左了 伤送左了 之后把镜头撞到东北方向 再打开地图 我们用电梯的 向前面走 到了這以後我們把鏡頭撞到西北方向 朝下面飛 這個雷音速使著 好我們來啟動一下 啟動之後 我們要先回旺書特戰 再找接取任務的內人PC對話 來 先讓它對話 索拉亞對話完成之後 我們打開地圖 來到歸離園最開始的這個TP點 我們的最後一粒遺跡 來到TP點以後 我們把鏡頭撞到東南方向 溫馨啟示 這個時候就可以晃出你的輸出隊伍了 我們要去對付桑這遺跡小寶 你也可以叫人來 對吧 打不多就喊人 來 我們來這個地方點擊調查 這邊的遺跡小寶就會啟動 來 先清一道 玩出來之後我們點擊啟動 水位就下雪了 下面有三個寶箱 我們過來拿一下 跳下來 在面前都是一個華麗寶箱 然後再撞到我們的一北方向 過來開這一個 打開這一個之後 我們再把鏡頭撞到東方向 來開最後這一個 拿好東西之後我們打開地圖 回到旺樹車站 去找他交任務 點擊對話 好的對話完成我們就能獲得這個成就 和五十元石 好的這期視頻就到這裡 我們下 對其視頻我們來授集 躲雲有池的這任務帶來的成就 但其視頻沒有隊伍要求 首先我們打開地圖 來到吳旺婆下房地的提皮點 到了提皮點後 然後我們朝西北方向轉鏡頭 去找那個遺跡獵者 我們先來清一下電哥遺跡獵者 好清好之後我們調查 對話完之後我們朝西北方向走 爬上這個傷體 爬上這個傷體 再爬上去 再看到我們的西方向 這裡有一個龍頭 我們先來啟動一下 啟動之後我們把鏡頭撞到東方向 去下一個有那個直破的地方 我們來調查一下 我們來調查一下 調查之後把鏡頭轉到西廊方向 去我們的最後一個 我們來調查一下 最後一個 最後一個 直破的 來點擊啟動 好啟動之後就會生草椅的寶蝦 我們去打它一下 H寶蝦後我們就會過一段動畫 加上有得到一個碎片 我們來打開地圖 我們來打開地圖 來到清澈主張左邊界的TP點 到了TP點後我們把鏡頭撞向南方向 爬上了 再爬上了 來到這 我先過來到處要怎麼弄 這個從左到右 一路有五隻龍頭 這邊是2號 這邊是1號 從左到右 我們要先點3號 再點5號 之後是2號 再之後是4號 最後是1號 35241 來我們先調查一下 然後來點3號 啟動一下 我們再來點5號 再轉到背後 去點2號 之後再燙向右手邊 之後再燙向右手邊 我們去點4號 最後是1號 最後是1號 好的地址機門就解鎖了 我們來拿到戒子寶箱 它也會給我們一塊碎片 之後我們再打開地圖 來到火本 不忘婆上帆這個副本 我們要去爬 它旁邊那座山 來到這之後 我們朝西方向轉 進透 先爬上這裡的樓梯 爬上去之後 再朝西方向走 我們要爬很久 這裡的怪物可以不用爬 這裡的怪物可以不用爬 我們要爬很久 我們要爬上去 我們要爬上去 一起朝西方向爬 看一下高度 也可以擋一下自己體力回復 來到這之後 我們看一下狼方向 然後再轉回西方向 西北方向繼續朝上面爬 可以抬頭看一下 還有多招 找落腳點 這塊商體上的落腳點還是挺多的 如果專注我爬的話 應該可以一直加速 那我們走過來 從這塔斯爬 爬應該到了呀 怎麼回事 按趴多了 趴多了 趴多了 我們做了 來 先對一下方向 我們看向北方向 正北方向 這裡有兩個龍頭 我們右手邊這裡的 右手邊這裡的是第一次 然後 把鏡頭朝右邊拉 看到我們的東方向 這裡的 史破旁邊這個 這個史破旁邊的是第二者 然後再 往到我們的西方向 這是第三者 有這個史破旁邊這一者 之後是第四者 這一者 這樣 我們點了第二者旁邊 好我們來一次啟動一下 第一的 先對話 對話之後我們 來拿第一的 再接著松樹旁邊 這個 這個 之後把鏡頭 撞到我們的 東方向 東南方向 這個 這個 就是第二者 我們過來啟動一下 再把鏡頭 撞到我們的 西方向 這個 有 施破旁邊這個 就是第三者 這個啟動之後 然後我們轉回東南方向 第四者 來啟動一下 好 地底激泵又解鎖了 我們的最後一塊碎片 我們來開啟 開啟之後我們打開地除 來到青色磚 左邊這個TP點 來到青色磚 我們要去那個山體裡面 來到這之後我們把鏡頭撞向西北方向 爬上來 這波盜寶團可以不用管 走過這棵松樹 前面有條小路 我們走定來 然後沿著 這個洞穴走 來到一道鐵門前 我們把收集了三隻碎片放進去 門就開了 這裡就可以叫人了 兄弟們可以叫人了 然後我們先去拿你的寶箱 好不容易來一次 把對你的寶箱都拿了吧 好不容易來一次 拿好寶箱之後我們來這 會先戳一波大寶團 來 解雷刀 好的 清完轉身我們點擊啟動 來 敗物結束之後 我們的那個門就開了 我們進去 進來會燙到一座神童 加一個仙嶺 然後面前會有一座華麗寶箱 我們來開啟 來開啟一下 好的開啟之後 燙到我們的東北方向 這裡有三隻寶箱 一個普通 兩隻金字 再燙到我們的北方向 這 還有一個金字 再朝前面看 這裡還有一個珍貴寶箱 我們再去送後面的仙嶺 摸一下 按著牠走 畫面接著神童 如果你沒有帶墊腳或者藤衝的角色 那 爬一下旁邊的傷體吧 這邊 爬到卓奏只要再飛下來 就能拿到這個神童 我們繼續去追到接著仙嶺 把牠送回去 然後開啟這堆寶箱 再去拿我們的這個儀劑裡面 周圍的寶箱 再寄一遍 信仰還寫 我們走出去 來 爬上鏡扁 誒 怎麼卡住啊 嗯 我們爬上鏡的平台 過來 過來 這是我們這個儀劑裡面的最後一個寶箱 好的 拿到這個寶箱之後 我們再打開祭圖 來到青色莊右邊對著提皮點 去找老奶奶教任務 到了提皮點以後 我們把鏡頭朝西南方向轉 對著調整整理工具 我們去找老奶奶 來找牠對話 對話完成之後 就能獲得的成就 加上五時原石 好的 這期視頻就到這裡 記得關注再走 在地範圈內 你在當地叫我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